好,那我们回到那个艺术的问题上面 在西方的当代艺术里面就有关于挪用的问题 最近在温哥华这边杨老师不在 就刚好在温哥华摄影节我们做王兴松的展览 然后在同时间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展览是在户外的 是那些户外的广告牌 摄影节主办方就邀请了本地的一个比较著名的艺术家 叫Shirer 那他是直接在网上挪用一些别人拍的照片 然后直接贴到大广告板上 那这个作品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不过最大的争议还不是在于他是挪用的问题 挪用是后来引起的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拍的那些人就是打瞌睡 或者在休息睡觉 然后有一些很古怪的那种睡觉的样子 但是他就放在Abutas的Greenway上面 然后有些人就投诉 他那个照片不是他自己拍的吗 不是自己拍的 是在网上挪用的 然后那些经过的徒人就觉得那些像喝了药的打了毒品的人 可能躺在外面觉得很不舒服 就投诉这个事情好像收到一千多个投诉 还挺厉害的 然后然后从那个延伸出来 然后就说 你这些照片还不是还不是自己拍的 是直接在网上就挪用过来的 这个呢 有没有得到那个人的允许吗 这什么什么什么 就一堆的这些问题又出来 那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首先我来生命一点 这个作品我们看到的时候 我不能说我就能够准确地阐释他的意义和想法 第二个 图像时代 图像领域有很多很暧昧的法律或者伦理的边界 包括一个人不愿意被拍 但实际上今天偷拍已经非常盛行 因为我们的拍摄工具很方便了 那被拍下来究竟属于什么 这个问题是一直是灰色地带 第二个呢 罗用 从字面意义上 罗用就把一个曾经的对象搬过来用 但是呢 如果说在艺术上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价值的话 我想应该要具备一些条件 第一个 你把一个原有的对象照搬过来的 但是通过你的这个照搬的过程 或者通过另外一些因素 改变了原有的物品或者照片或者作品的含义 变成另外一种含义 或者说放大了这个作品可能会包含 但由于原有的呈现方式 不足以被人辨认出来的一些内容 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呢 就可能不能简单的归这位抄袭 因为抄袭我刚刚说过的就抄过来 直接席涌是吧 比如说以刚刚那个作品为例 因为我没看过作品 至少它有几个改编 第一个改编是媒介改编 对 它从网上把作品拿出来 那么网络是一个媒介 然后它把它搬到户外 户外广告 那是另外一个媒介 这个媒介改变呢 媒介上呈现的内容 被人读解的途径就一定会改变 这是传播学的一个基本常识 就是说我们改变媒介 我们就可能可以生化出另外的一个 或者放大 而且我补充一点就是 我补充一点就是我认为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艺术家他做这个事情的出发点 好像希尔这个事情的话 他就是做之前 人家已经知道他是拿的 而不是说一个事后的解释或者圆谎 对 看下生理 他在做这个事情 人家已经问他 他已经是有那个声明 就告诉别人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但冯教授那个就 其实他在做公关的这个过程中 我也留意到 其实他开始的解释就不对 他就在圆那个谎 结果是越圆越大 这个问题就就越来越严重 被媒体越搞 这个越 就是说这就是 这个第二个问题 媒介改变了 这个作品原有的含义就会改变 第二个 你对你的来源有公开的宣布 对 因为隐瞒 这也很重要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 媒介改变了 你又公开宣布了 你的确是在网络上找照片 但是你是在网络成千上万的 类似照片中挑选出一部分 这个时候 其实你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图片编辑 你有意的把这些图像海洋中的某些 有相关性的内容集合在一起挑选出来 另外放在另外的地方 这样的话就会把一个被隐藏的含义 比如说这样的一些图片在汪洋大海的图像图里边 不能被人看出来 当你进入整理挑选 而改换媒介以后 你突出了其中一个潜在的意识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从刚刚所描述的情况看 那个Sharon是吧 这作品应该不属于抄袭 应该不属于抄袭 但是这个作品后面又有所冒犯 应该会有所冒犯 它因为涉及到图像的一个伦理问题 我刚刚说过的图像有个灰色的地方 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他所挑选这些照片被拍摄者一定不知道 我想大部分或者是不知道 或者少部分可能知道 但是可能知道 那么如果按照一个严格的法律 如果按照一个明确的一个要求的话 那么你要告诉被拍摄者你的用途 那么你的用途可能只是在网络上出现 也许别人同意 更多情况下可能对方不知道 然后你要把他集中起来 把他放大了 那么可能当中有人忽然发现自己被放大了 因为这个被拍摄者如果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他很难在 图像的汪洋海洋的网络里面把自己找出来 但是当你把他集中在一个户外广告 大家都在路上行走一眼就看过去 非常明确的时候 那么就不排除 其实有的人突然变成 这不是我吗 那么这就是有冒犯 但是这个冒犯 就涉及到我刚刚所说的一个灰色地带 因为不是你有意义的直接冒犯 你改变了每一届 你的挑选方式决定了 你是绕了一个弯子 那么这严格来讲是一个灰色地带 即使的确在这个作品当中 有的人可能被冒犯了 我想在法律上面也不能直接投诉 因为它绕了一个弯子 这就是我所说的图像时代的一个灰色地带 这种灰色地带 其实不断地引发各种各样的 伦理问题甚至法律问题 我们只能够继续关注 和看看有没有可能制定相关的 这个条纹来医治 它产生更加不好的效果的 这种倾向 我不知道 而且您讲到这个冒犯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发现最近这几年 这种艺术家反而好像就不停的 有意的去进行这种对于灰色地带的这种挑战 就进行这种冒犯式的这种创作 因为其实今天是传播时代 一线要传播 你再厉害 你不传播就没有意义 不要相信那种以往的艺术的神话 伟大的艺术家要为一百年后创作 他的作品 今天的人没有办法 辨认出了伟大价值 一百年后才能被辨认像凡高一样 这是神话 其实今天的艺术一到传播 那么在今天传播如此发达 其实是处在一个严重的艺术过剩的环境中 被关注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那么冒犯就很可能会最容易被关注 我冒犯了你当然要关注了 是吧 所以艺术家他对于这种效果很明明 那么他会主动地去采用一些冒犯的方式 我觉得可以理解 他一直在走一个法律的边界 因为我们还是相信 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必须持有某种社会批判性 但是批判性也意味着某种威胁 因为艺术家总是在一个社会的伦理边界 道德边界 甚至一些尖锐的观点的边界行走 他一旦越过这个边界 可能会引来灭顶之灾 或者引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麻烦 当然如果不过界 但又插这个边上 那么他就可能会引起争议 而争议对于艺术家来讲是最重要的 而在今天这个传播时代 也许只有冒犯这种方式 最容易被人辨识 或者被人注意 那么艺术家大家才能冒犯这种方式 或者说是潜在来冒犯 或者探索各种各样的可能的冒犯手段 而又不至于变成一个真正的法律问题 我不知道杨老师最近有没有留意送他的那个事情 送他的那个就是这样的情况 也是一模一样 我刚才想讲这个事情 因为有人要约我 想不让我说我不写 不写的原因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这么好讨论 但是其实这个年轻的这个送他的这个作品 《笑话》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使命 对 对 普通的一个广泛的 广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区 杨老师要注意 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两个都是男的 一不小心你就很容易冒犯到主性的 所以我也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 我也很愿意 但是有一条 但是有一条从传播学的角度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其实摄影创造了很多很奇怪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传播学里面的一个名字叫封面绿郎 也就是说明星照片 它是美国好莱坞电影制度的一个重要支柱之一 就是宣传明星 是明星成为一个受追抢 那么其实一个重要的媒介就是拍照 但也由于这个原因 拍照成为一个很敏感的事 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男女 女性可能多一点我不知道吧 其实他们内心非常不愿意被冒似的拍照 或者非常不愿意自己的形象 没有经过自己同意 或者以自己不乐意的方式出现 这是个图像 这是个图像时代的视觉伦理的问题 这是个肯定是个人的问题 一方面这样的一个焦虑是来自于摄影 在绘画时代有没有这个焦虑 没有 因为画家画的一定按照某种美学原则来画 所以那个连带的贵妇人 有地位有名望的女人都愿意被描绘 但是摄影不一样 摄影以后就出现两个危险 这是著名的英国艺术史家克拉克 在他那个人体进入艺术的 这个著名著作里面谈的一个问题 他专门谈了摄影 他说为什么那些有地位的女性 他愿意被画家描绘她们的身体 雕塑家雕塑她们的身体 最著名的比如说拿破仑的妹妹 她的著名的摩提雕塑 就在罗佛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被拍照呢 是因为两个原因 第一个摄影指指这个人 其实身体都一样的 某种意义上我们辨证人是靠脸 但是我们的脸是裸露的 其实我们要把身体隐藏起来 这是一个道德伦理的规范 但是身体都一样的 所以那些假面舞会 严格来讲 我们是很难通过身体去辨证一个人 这些都是一个样的 对不对 但是摄影它的问题在于 他拍一个人的身体的时候 他指指这个人 而混化 我们就认为它是美的创作 虽然他是以某人为模特 但我们知道画家经过的修饰 那摄影不是指指某一个人 所以卡拉克提醒我们 摄影和一个具体的人挂钩 这是一个威胁性的情况 因为这个被拍摄者 逃无可逃 当然还有第二个 就是摄影缺乏 原来的艺术的那种美学的修饰原则 而摄影总是把对象不乐意的一些因素都拍了下来 但今天在摄影清晰度如此精彩的情况下 难道很多明星们愿意把他们的所谓 竖装照片放出来吗 不愿意 至少他们会惊讶地说 你看我的脸上 他们的照文 比较凶 所以今天 其实明星上都是假的 都不经过修饰 但这也说明 反过来也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摄影如果不具备某种修饰的功能 人们被拍下来 就会造成新的焦虑 所以被拍照是一个社会性焦虑 这是肯定 而这个焦虑是来自摄影 所以今天 稍微具备视觉伦理 包括我身边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在这里 是绝对不会轻率地 把我所拍的朋友的图像 放在网上公开 尤其女性 包括男性 有些敏感的朋友也会提醒 第一个 你首先不要乱拍 第二个 你不要乱发出来 有的人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这是在伦理上有点问题 就是乱发照片 这成立一个 一个规则 这也是摄影师那所带来的规则 和焦虑 而刚刚所说的作品 其实恰恰在玩这个 灰色地带的轮迷游戏 再把那些 这样的一些 别人不愿意看到的形象露出来 那里还代表了一个 应该受到批判的性别判断的人 我只是提醒大家 这是摄影人的结果 无相反乱 这个结果 这个交易 在古典时代 在1839年摄影发明之前有没有 没有 那这个会不会也是跟 现在的个人意识加强了 像比如说女性主义加强了 这个有关 还是这个社会风潮的感觉 肯定有关 因为严格来讲 也不要把它归结为简单的 归结为女性主义或者女性主义 是因为一个阶层 一种性别或者一个人 当他在社会上 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利的时候 他就要表达自己的焦虑和动态 这样的话 在《互联网》时代 在整个大家发表意见 更加容易的一个全媒体时代 我们听到的焦虑的声音 就当会更多 而在传统时代 在以前的社会里边 当媒体非常狭窄 或者媒体有限的情况下 我们听不到这些焦虑而已 所以我觉得女权主义 或者说是个性解放 固然很重要 这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成本 但是媒体的环境也很重要 媒体改变的 使各种各样的声音的 出现的机会多了 那么一种普遍的焦虑 就可能更容易表达 然后通过媒体的频繁表达 焦虑也会像传染病一样的 会传染 会蔓延 会提醒一些更麻木的人 可能麻木的人 我才发现原来是个问题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不怕被拍照 或者说你拍了我 你放到网上都无所谓 但是一个是放上网上的效果 让人吃惊 另外一个别人的提醒 使我们的焦虑在上升 所以媒体也在传达焦虑 焦虑也在互相传染 把一些可能隐藏在深处的焦虑 变成一个表面的问题 这样的话就引起共鸣 引起泛滥 所以我才觉得 尤其对于性别的这种判断 我只能说今天 与性获得的解放 以后他们的声音更容易表达出来 或者说各种各样的 文理的声音更容易表达出来的时候 这样的批判就会尖锐起来 不完全 或者不能够简单归结 结尾一个什么 比如说女权主义 或者什么女性主义 或者什么女性主义